好,最后一题 碳加三氧化二铁 通常就只有写氧化铁 氧化铁有很多种 比较常看到的 给各位的就是三氧化二铁 然后呢,变成铁跟二氧化碳 这是后面在教氧化还原的时候 会出现的反应式 请你写出它的平衡好的化学反应式 请你写出它平衡好的化学反应式 我们现在要找两男一女 两男一女叫做12号 两男叫做 怎么都没有男生啊 男生21 35 没有35 29 来,帅哥美女 上来 写答案 来,上来写 来,原来写的插件会怎样 我怎么知道你现在写哪里 不会的就写不会,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 不要挤在一堆,你过去一点 那请不怕挤在一堆 那请不怕挤在一堆 你也跟他写不会的 你不能号称第一名吗 你号称第一名耶 第一名不会啊,不是很伤心吗 帕里话最差 帕里话最差 炭加上 三个炭加上两个三氧化二铁变成四个铁 后面还有啊 还有二氧化二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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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啊 三个二氧化二铁 OK 就是你写的答案 然后,来 这个答案呢 基本上是对的 基本上是对的 等我一次,来看一下 感觉好复杂哦 每个都有数字 来 没平衡的 请问你,大革命女,谁最复杂 三氧化二铁嘛 总最复杂的问题当起 写一 一写完之后 铁左边一次,右边一次可以用 阳左边一次,右边一次可以用 碳左边一次,右边一次都可以用 好,来 这边写上个一以后 铁就固定了要两个铁 两个铁,所以呢,铁就要铁成多少 二 然后铁旁边没东西 就回来看 左边有几个氧 三个氧 右边有几个氧 三个氧 CO2是两个氧 两个氧,怎么变成三个氧 二分之三倍 那现在的写上去之后就变成碳有几个? 二分之三个,对不对 所以,右边二分之三个碳 那左边有多少? 二分之三个碳 好,平衡完了 大家都一样多了 可是,可以这样写吗? 不行 要化成最简单 整数比,怎么办? 你看,通通,乘以二 所以写在边这样 你这样做 所以,并没有比较复杂 一样的做法 一样的做法 老师再说一次 把最复杂的化合物 系数定做一或者是二 你看不出来是二 你通通都定做一 到时候再把它化成整数就好了 然后从两边都只出现一次的 開始依序平衡起 然後就結束掉 就是我們平衡化學方程式的方法 有人問答沒有 沒有